其實我出道到現在跟陳姊碰過的 機會沒有 本來一直覺得 一直覺得她是一個 很有距離的搭機 結果她超親切的 她是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對 你喊她 我跟陳姊是以前是投票唱片公司 沒有跟你們借過錢 啊這可以講嗎 其實POPPOP有跟你借過 對 這好 陳銀杰憔悴服刑入獄 板斗二人組 逢未接報借錢內幕 我最親愛的阿伯 我最愛叫你吉祥 超級紅人榜 目前是我們線上 最長壽的選秀節目 沒錯 最長壽的台語歌唱節目 紅人榜為了11月中的演唱會 找來眾台語歌手 一起出席記者會 嗯? 啊怎麼沒看到美人節 哇 謝謝 快放上來 好 謝謝 余美人最近陰謀選舉請假 搭檔主持許志豪也透露她的最新動向 她說她現在一天大概睡不到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然後她早上起來 她就是 她就是很早就要起來整理 然後要出去送車 其他就是要想盡辦法去跟李明去做接觸 前兩個禮拜美人節已經跟大家說了嘛 說她是請假 對 現在呢可能姐姐這段時間 如果不在家的話 我們兩個怕會玩過頭 就例如本來七個小時可以說公開 會錄九個小時之類 人家說這段時間 嗨嗨嗨嗨嗨的好怕 看我頭髮 忘掉的髮 回顧十二年前歌壇大姐大陳英傑在紅人榜唱歌的片段 在對比今天浮行入獄的憔悴畫面 實則讓人心疼啊 不免就要問在座歌獸對於陳姐的看法 其實我出道到現在跟陳姐碰過的機會沒有 本來一直覺得 一直覺得她是一個很二距離的搭機 結果她超親切的 她是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對 就喊她 我跟陳姐是以前是投家唱片公司 那最後一次錄影四年前 所以看到她唱歌就是 就是醬Q在醬Q的 對那就是很吃力啊 而且我跟你們借過錢 啊這可以講嗎 這次Poco有跟你借過 Poco應該每個人都有吧 每個人就應該有收到禁訊吧 所以你也是半夜三四點送到日子 對 就是很看得起我 因為後來我看到那個數字 就半夜就下醒了 我就睡不著 約為數 早期那時候我還新人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跟我借錢啦 他去跟別人借錢 我們去幫他拿錢 是提麻布袋這樣嗎 沒有啦 沒那麼多 只是一個手提 欸這個不能講耶 這講 真的